蓬佩奧和梵底綱國務卿帕羅林會談之前 一起出席了美國駐教廷大使館主辦的會議 主題是探討以外交方式 促進和保障國際宗教自由 雙方先後上台支持,但未有同台 帕羅林接受傳媒訪問時 被問到教宗為何不接見蓬佩奧 他透露蓬佩奧曾經提出要求 但說教宗一向避免在選舉臨近時 和政治人物會面 對於蓬佩奧早前說 如果教廷逐簽同中國的協議 就會令到他們的道德權威受到威脅 帕羅林說對此感到驚訝 又說教廷相信對華協議是踏出一小步 可望帶來更多的宗教自由 和美國政治無關 如果對方利用這個議題 來達到當地選舉相關目的 做法並不恰當 他說沒有證據證明對方是這樣想 但也可以這樣去看待 教廷外長加拉格爾就說 當準備高層官員的訪問時 雙方應該私下保密地磋商談什麼議題 這是外交規則 蓬佩奧回應兩個教廷官員時就說 因為他想向教廷遼交喊 左右天主教等教徒的選票 這樣的想法是瘋狂 有線電視記者健身不到 所以我們要去看待會兒的確備 數據證明對方能夠